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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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 铁门半开 服务处一名女职员 游试调处人员接送上车 带回调查 带回两大扣家箱和一小盒纸合集一台主机 民进党立委林一锦在台南永康的服务处 21号早上遭到搜索 约三个小时后在中午前完成初步搜索 带走好几箱资料 林一锦的律师也赶到台南地检署 车尾现在是在地检署吗 有说是什么案子吗 面对询问三间其口 这次查案由南检发动 一早就带队北上到立院 同步搜索林一锦国会办公室 请问大概带走几箱东西啊 有拿到你们想要相关的证物吗 林一锦透过脸书发声 说清白太廉价 大家都会讲 日后就让证据说话 司法终将证明我的坦荡 但检调兵分多路待人 疑似是和林一锦担任议员时助理费有关 国民党议员林彦柱就控诉 林一锦的特助朱明宏成立三间科技公司 标走了九千多件政府标案 什么那个朱明宏的 对台南市政府 不管各局处各公所 大大小小的工程 在五年内有九千多件 那这九千多件从哪里来 为什么人家要给朱明宏做 不是因为你林一锦的关心吗 你林一锦就是那个 讲难一点吗 朱明宏就是你林一锦的特助吗 就在林一锦生日前四天 办公室和服务处南北都被大动作搜索 难免让外界联想牵扯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 TVBS新闻公主舱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